大家好,我是高尾光 今天我会用手中的画笔来手绘避风稿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关注流浪喵安家行动的公益活动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他们公益活动的一个纸箱 它这个折叠好以后它会是一个给流浪猫的一个猫窝 然后很简单,可以给它就粘好 因为它这些所有的连接点都是已经有很好的这种双面胶已经准备好了 这就是粘贴处,上面也有写的粘贴处 然后按它的轨迹给它折叠一些 其实他们教程上说是这个要把它这样 然后把这个脚布再给它粘上,然后把这个撕开 我觉得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会不太好看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撕下来就好了 当然了也有可能会撕坏了 确实是会撕坏的 然后让它们折的骨剂给它折好 然后让它们折的骨剂给它折好 这些都已经给它先给它打开 然后这都是可以按照它们折的痕迹来折的 嗯 如果你想容纳更大的猫 可能这个会高一点 让更大一点的猫咪进来 然后更大一点的猫咪进来 这就粘好了 然后现在我就要给这个猫窝 呃 画一个涂鸦 展现我艺术天分的时候到 一般创作的时候都是比较安静的 这很正常 我有灵感 一般大师创作都需要很久 很正常 一般大师创作都需要很久 一般大师创作都需要很久 很正常 一般大师创作都需要很久 很正常 再签上我的名字 这就是 高加索 大师创作的 给流浪喵的避风稿 呃 感谢大家看我 为流浪小动物 收回避风稿 你们喜欢我绘制的爱心猫窝吗 叽叽传递爱心 这一件作品也许就是你的 让我们一起关爱流浪动物 它们也值得拥有一个温暖的家